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和二嫂和小器去了哪裡? 大子對不起你 李宗盛 二嫂 你先看看 二嫂, 真是你 二嫂, 你也回來了 先進來, 不要被人看見 先進來…快點 二嫂, 吃吧 為什麼不吃? 你是不是做乖大子? 吃吧 對了, 田嫂 有什麼解救你這麼說呢? 當日村石村不喜歡外來人 二嫂, 你偏偏帶個外來人回來 還跟他成了親生兒子 我迫不得已 對了, 小器呢? 小器, 你是不是出事了? 你們兒子小器, 他只有三、四歲 那時候 他很喜歡跟阿黃玩的 你現在回來阿黃也很開心 你的狗也這麼念舊 我是你姐姐, 邊邊就要逼你走 你別那麼傷心 我想… 他不會怪你的 弟弟, 我知錯了 二嫂, 我這樣對你 你也對我這麼好 好 這隻眼睛是我娘給我做嫁妝的 我可以現在送給你 我希望你和二嫂白頭到老 我不能嫁, 我不是 你不就收了它 田嫂, 其實是這樣 有個朋友跟你二嫂一起來 但是朋友就在石林那裡失蹤 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他呢? 石林 不要提石林, 他們不喜歡的 叔叔喜歡的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一定要找他 對了, 你又有什麼辦法? 女窩娘, 你要的毒藥 我已經帶來了 官兵快到了 我們要把抓回來的人盡快殺光他 真的要把他們全部殺光? 時間不多, 跟我來 原來女窩都用毒殺人 什麼女窩降罪, 全都是假的 你就是傳謀 我今天就要把你編拿歸岸 走, 你們 鬼神之說 將來欺騙無知苦語 我從來都不相信 如果我不是神仙 又怎麼可以把馮大人陷入石裡? 怎麼可以解釋呢? 其實馮大人在我們到達之前 已經遇害 你們早就將他分屍 然後放在石欄之中 再引我們過去 然後找人扮馮大人把他殺光 令官府相信 馮大人是因為捉路和渡娘娘 遭天顯而死 果然聰明 可惜已經太遲了 你撞得不是死了嗎? 小豬, 肯定, 他們果然終於死 所有事只不過是抬起 目的就是要令人相信 呂窩保護石魂的傳說 等應復局的人不敢再來採石 你早就已經猜到了 沒錯, 當你在河邊 打撈青梨屍體的時候 回村民下六股天上 但事後我發覺 並沒有人大效 好, 經過查證 村民為死予的親人所納的無緣 全部都是兇的 所以我很肯定那些藏丁還沒死 而這次犯案的人 不僅你一個, 而是全天石村的人 果然要事要事 就算你們知道真相又如何 你們也沒機會離開天石村 大蝦嫂, 我求你放過他們 事情越搞越大了 不行, 事到如今 為了天石村村民 所有惡略的人都要死 你幫幫忙 可能我們可以幫對方解掉這條繩子 我沒用力了 你幹甚麼? 你…你解繩還是想… 你…你死開 你幹甚麼? 這個時候, 你在想甚麼? 解了…我說醒而已 你咬我 對不起, 人有錯口 行不行? 你的口水, 別滴在我的手上 來吧 救命…大俠 請問三位是否應復那個官員 是呀… 救命…大俠 救命…大俠 你幹甚麼? 用呀… 救命…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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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abort 流口 pol…大俠 親村 阿孫的人睡了很久 幸好只有你們來救我的藥 別客氣, 現在當我被大石封住 要想辦法出去, 來 眼睛有毒, 找這把包子還有口 跟我來 男姑娘, 你沒事吧? 家長, 你怎麼說? 難道我們真的死在這裡? 在這裡 你怎麼回事? 瘋子有毒 鐵傘, 你在哪裡? 門家在哪裡? 難道他說, 我就在這裡 你沒事吧? 要不是支持不住 鐵傘這麼大, 怎麼辦? 沒有煙 不能碰住 嵐姑娘, 馬上來 我們先離開石林再說 原來是這樣 在這裡了 你沒事吧? 我們會有什麼事? 村長, 麻煩你跟他們解釋一下 是呀… 麻煩你, 村長 幫我們解釋一下 村長, 先跟他們說 各位大人 我們無心跟官府作對 官逼問犯 為了生存 我們逼不得已才這麼做 你們這些貪官 每個人都說來採石 這樣跟做賊有什麼分別? 是呀… 你們做什麼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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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賤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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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你要這麼做? 這字是我被你避不住的 你… 賤寶不能保護你 你…你這個公仔 你還被…靈氣…小器 好嗎? 我…你…你是小器 小媽對你們對不起 我保護不了你 你們不要抓他 我才是整件事的灰禍手 你們不要抓 各位大人 如今, 罪魁惡手已經死了 這件案子也怕可以告一遍 是吧? 他不是主謀 只是臨終想做一件好事 你們這麼孤動殺害朝廷命官 就憑一個女人所說的話 就想沒事 沒錯 就算真是逼予無奈 你們的確做了違法的事 我才是主謀 因為那些狗官害死我的夫兒 所以我提議由我扮女窩 把那些狗丁躲起來 又是囚禁幾位東人士大人 但我無論如何 事情會變成這樣 我願意承擔所有的罪名 求你們放過天石村所有的人 大嫂… 太嫂… 這件事不如就這樣來見 不行, 這件事不能就這麼散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 是你們逼承的 對嘛, 不用搥死死 殺害朝廷命官, 罪同謀犯, 你當自罪 你們怎麼對村民, 大家有眼睛 還有, 你們敢不敢說 自己沒有做過貪宗枉法的事? 糟了… 什麼事?司馬大人 朝廷的迫馬就快到了 全民蔡少爺會隨行, 要移平殲射村 那豈不是要殺所有村民嗎? 蔡極 啟稟俠爺, 我們已經找回整條村村 村裡面所有的村民全部都不見 一定是威罪潛逃 主角先生, 你不是說你們四大名部很有本事嗎 現在不僅抓不到人 還被整條村的人逃脫 看來也很難向皇上交代 那現在四位捕快是不是去追緝天石村的人 四位捕快已經沉獲三位失蹤的督郡史大人 難道那些村民真是把三位大人捕劫囚禁 參見上爺, 參見舒大人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整村的人都不見了? 會相爺, 下官等見到女窩娘娘顯靈 是呀, 我們來到的時候 村民已經不見了 我們就去石林找 誰知道上去見到女窩娘娘顯靈 以後如果再採石的話 就必遭天然就像村民那樣了 有這種事嗎? 你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啟稟相爺, 我們帶人進石林的時候 遇到女窩娘娘被她困於石頭裡面 是呀…女窩娘娘突然放我們回來 就要我們將這件事轉告朝廷 光天化日之下 又怎麼會有這麼荒謬的事? 大家小心 走… 過來看看 女窩娘娘顯靈 這個石頭一定是當年女窩娘娘 練石保清天爺的時候靈下來的 看來是女窩娘娘送給皇上的禮物 以援取朝廷不再在這裡採石 我們盡快回京稟告皇上 以順天爺 我還沒問你們 何故膽大, 要威脅那些督運使 跟你們說假話 什麼女窩娘娘顯靈 什麼精石保天 這些神話故事 你猜就可以欺騙蔡經嗎? 只有這個辦法 可以保護天石村的村民 況且罪魁禍首都以死謝罪 是, 難道要血洗天爺村嗎? 村民無辜了 其實細叔正正是想我們這麼做 細叔進入村的時候 已經在想如何保住村民的性命 我們只是幫你完成這件事 其實蔡經就知道你們有大人在手 他才暫且了結 天爺, 剛才那塊石頭 你是…細叔, 你自己顧一下 越來越有默契 冷血呢? 他進入村子 原來你在這裡 你姑媽說 當年你和你爹娘一起離開天石村 是誰, 他們現在呢?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狗有牢又有病, 怎麼也沒有醫院 冷大哥 就收一下吧 是, 你來這裡 是, 你來這裡 是, 你來這裡 是你爹娘的墳墓 冷血 你們來幹什麼? 細叔叫我們來找你, 要起程回敬 這是你爹娘, 那個呢? 為什麼無名無姓? 我爹娘在我四歲的時候已過世 是他們養大我 雖然說是冷血, 也不能連自己養父母的名字 也不寫上他這麼不孝 他們是野狼, 無名無姓 是大哥 好… 晶瑩剔頭, 果然是一塊神仙 皇上, 花石缸工程艱鉅 彩石的過程也危險 加上應奉局的官員貪污腐敗 已經凝致附近的百姓民不療生 民怨揮騰 加上有不法之徒, 聚眾生事 微臣希望皇上信從民意 暫停彩石, 以色民憤 有這種事? 蔡英介 花石缸的事一向由你跟進 為何會發生這種事? 皇上, 應復局官員貪贓枉法一事 微臣早有所聞 日以立案調查 並下令嚴懲違法之徒 無需諸葛先生廢心 雖然蔡相爺是會調查的 但民怨已生 希望皇上三思暫停彩石, 以色民怨 雖然朕也很想得到國色其事 但諸葛卿家趕緊, 民怨難平 既然如此 就應該在查明應同陸官員貪贓的真相之前 就停止兩周採舌, 以平民憤 謝皇上 爹, 大哥 你心裡還有我這個爹嗎? 不是, 你為何不說出去? 你知不知道爹和哥哥多擔心你? 還有, 你為何把諸葛正派的那群人 諸葛先生是好人 他們的神捕師都是一群合意之士 小刀, 你別這麼天真 神捕師那群人只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 根本就沒有一個是好人 沒錯, 小刀 小刀, 你入世未深, 很容易被人欺騙 聽爹的話, 以後不要再偷偷地走出去了 你也不知道, 天到黑, 被這麼大群人跟著 那種感覺有多難受 就好像囚犯被人欺騙上路一樣 爹這樣做是為了保護你 江湖險惡, 你又不懂武功 爹怎麼會放心你一個人到處走? 既然如此, 我就去學武功了 好啊, 你想學的, 讓哥哥教你 我知道爹和哥哥這麼疼我 一定不會對我嚴加督促的 所以我要另外找人教我 你想找誰教你? 爹, 你別管我吧 這個女兒真是壞了 是 別跑了 你和我哥哥在這裡站著 你這麼大的兒子不用不好意思 冷血 飄事…你要冷血幹什麼? 我奉了一件新衣服給他 他怎麼都不肯要 他穿不慣, 你就不要逼他 以前沒有人奉衣給他就說 冷血小時候沒了爹娘 要認狼作親人 那些狼又怎麼會奉衣給他 他真可憐 看來追命更可憐 要替他做定百金 追命幹什麼?我剛剛才見完他 剛才沒事, 現在就不知道了 連樹儀都這麼快知道冷血身世 冷血還不馬上去殺追命的臉口嗎 你別說到冷血這麼恐怖 冷血並不是真的冷血 而追命也沒有惡意 江山易改本性難言 野獸始終是野獸, 神君始終是神君 伍鐵手吧, 你以前說他有勇無謀 這次不只有他, 那些村民就麻煩了 好嗎? 過口就沒說, 但是心… 無情, 人會變, 月會緣 好像跟了你二十多年的喘命病 都很久沒發作 世事是無絕對的 這次他破案只不過是運氣 我始終不認同細叔 你招攬他三個入神武士 細叔, 尚在天石村 遇見過一鈴姑娘求見 他沒見過幾天 我每晚發夢的時候都夢到你 你有夢到我嗎? 我警告你, 沒到我家小姐無禮 小千… 小千?你的名字真是很好聽 我還以為你們是兩姐妹 鈴姑娘 突然到訪 所為何事? 小小都沒有妹妹 小都想拜書國先生為師 你來拜師? 上次在天石村 小都有幸見識各位的機智和功夫 實在敬佩不義 所以小都肯求書國先生你 收小都為徒, 救小都摘武旁身 那實在太好了 如果我們每天練舞和摘馬的時候 都有這麼漂亮的姑娘在旁邊 實在摘馬也會摘得更行 快點 別趕到自己一天練功摘馬那麼勤力 鈴姑娘, 練功很辛苦 我真的怕你捱不住 你真的想學 多辛苦我也不怕 我真的很想學 不是你說拜師就拜師 而且我相信你爹 都不會讓你拜在細叔門下 那隔下鈴姑娘我爹和細叔有仇嗎 鈴姑娘, 我相信靈盟主應該不只你來拜師 你爹是鈴落石嗎 鈴姑娘, 我不會收人為徒 就算他們四個我教他們武藝 也不是以師徒身分 所以… 鈴姑娘, 你還是請會吧 鈴姑娘, 你猜錯我的心意 我想說是, 所以我可以教你 不過不需要叫我做師父 你有時間就來 臣步虎就很隨便 最重要是你肯來, 學武藝就行了 血手, 你以後就教小督 其他人有時間都可以指點 是… 謝謝主角先生 你嘗嘗再低一點 不要… 不要… 讓我來吧 不好意思, 鈴姑娘 行了… 鈴姑娘, 幫忙, 幫忙 哥 追明 哥, 你的頸子怎麼了?是不是不舒服 是呀 少許吧 對了, 你怎麼會來神部府 還有, 追明幫你拿這麼多東西 我來幫雪姨忙的 剛剛追明大哥看我拿得很重 他才幫我拿 尤東 這次真麻煩你了 廚房門壞了, 有個窗也開不了 沒問題, 回到我身上 尤東我幫忙的 你們去了天石村之後 他經常過來幫我做這個做的 追明和冷血的床都是去做的 真的嗎? 怪不得我覺得我的床有一陣香味 謝謝你, 尤東 小儀… 小儀, 那我們去開工吧 開工吧 來 賴血大哥 賴血 你幫我教少都, 我有事去做 賴血大哥, 你教我武功真好 親手 還要拿低一點, 但要用力 握手, 你不是教少都練功嗎 追明 對不起,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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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裡面的教員很砸爹 要你幫我妹妹, 真不好意思 辛苦了 你知道, 我爹一個妹妹 當然會比較緊張 身為大哥 當然想我妹妹找到一個好人家 好 對, 尤東很不錯 有純品, 多財多艾, 熬得 的確是一個好女孩 以後我可以娶娶她這個老婆 你說什麼?你想娶她? 什麼?什麼時候我想娶尤東 誰想成一間立室才行 那你不要騷擾她 我警告你, 你再親近她佔她便宜 就像這塊布一樣 我盡量 你知道有時候感情的話 如果兩隻雙魚一定很難控制 到你不控制嗎? 哥 你們兩個幹什麼? 沒有, 你哥哥說想表演一點 給我看 他就是說 你刀又拿一條好風放在頭上 原來頭不痛, 但還不放碎 挺有趣的 當然, 我哥哥有什麼你叫的 鐵手 厲害 糟了, 隨便出去試 兩位大哥快去救他 鐵手大哥 小姐, 你沒事的?你弄傷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我叫你教他 你找他進去和野狗打 會搞出人命的 可能他以為狗就和小都玩玩 但是呢?又是你叫我教他 我當年也是對著野狼野狗才能學功夫 你這樣學, 不代表他可以 如果他是怕的, 就不應該學功夫 你真是壞人 你竟然對小姐這麼過分 黃小姐對你… 小千 冷血大哥只是想教我功夫 是我自己沒用 如果你不用我教的, 我先走了 冷血… 你怎麼一句對不起都沒有 要不要走錯, 你是誰 小都, 你以為你打贏了狗 那冷血變熱血才行 冷血大哥不是冷血的 你們不要怪他 你這樣說我更加心痛 怎麼樣?剛才有沒有弄傷到哪裡 想不想我和你包紮? 不用了, 小千, 和我回去吧 你看看, 喜歡冷血就喜歡成這樣 所以愛情這種事 就不是讓人去控制 細叔 你不是去教小都學那種… 細叔… 究竟發生什麼事? 冷血幾乎弄得小都的命都沒有 還以為他會對女孩子好一點 誰知道還是冷血 如果沒事就行了 如果真的出事了 細叔怎麼會笑得這麼安心? 你不會忘記小都就是龍樂石的女孩 有何關係? 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細叔會教小都武功? 這樣下去, 事情變得很複雜 小都想學武功, 我可以教就教 那你不怕小都是內奸? 你認為他是內奸? 有不像, 小都這麼順良 似乎對他爹和大哥的所作所為 完全不知道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無 如果我加上你們四個 都不能防倒小都 那就真是值得零樂石對付我們 看來細叔你應該另有想法 會不會是借小都來找出零樂石的罪證 也行, 小都這麼歡喜冷血 我們向細叔一招尾拿雞 細叔, 你不是真的這麼想過嗎? 也不失為一個好的方法 又或者反過來 讓小都令我冷血沒那麼冷血 那到底到底行不行? 一舉兩得… 夫人, 我們已經到了開封城 叫叫夫快點 是的, 夫人 叫夫, 我們走快點 是 夫人 快點,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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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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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夫人, 夫人 你沒錢, 我當然要拖廣走 快點, 夫人, 夫人, 夫人 住手 夫人, 夫人, 夫人 你是誰?來做嫁娘嗎? 你一個堂堂大漢 欺壓老虐婦如強搶民女 你有沒有廉恥? 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 現在他們沒錢賠, 我就來拿人 除非你肯幫他們還錢 錢債錢還錢, 是嗎? 你搶他的女兒也沒用 多少錢?說 一萬兩 一萬兩? 他們德威標局混標不力 累我不見了價值連城的白玉觀音 根據事先協定 是要雙倍賠償我的損失 一萬兩, 收拾他們 李老闆 我家老爺幫你拿這堂堂堂被人打死 我求你看出老爺的照片, 通用一下 你這樣說 就是說我累死你家老爺 是非分清楚 是你家老爺無能 害我損失慘重 如果看了趙王爺的王妃面上 又怎麼樣? 好, 我就通用你們半個月 如果半個月之後再不賠錢的話 到時候封屋拿人, 走 小心 沒事了, 我現在替你去報官 沒用的, 你老闆有財有勢 地方官也不敢得罪他 而且這次是我們標局失了堂標 燕紅, 你會幫我的吧? 你放心吧, 把這件事交給我 諸葛先生, 剛剛有譚子回報 說齊王王妃今天來到北京 可否平原來林老爺 我可不可以拖到頭上去 我還不幫你拖到頭上去 我還不想拖到頭上去 我不用拖到頭上去 我十幾次 你胡說, 我怎麼拖到頭上去 我十幾次 親釘你徒 你倆我怎麼拖到頭上去 你怎麼拖到頭上去 你, 我怎麼拖到頭上去 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裡? 別忘了, 我是神報師的人 你有時候為什麼不來找我 要以身犯險? 我的事與你無關 放手, 你還想怎麼樣? 想你信任, 讓我可以幫你 你要我上一個 害我爹無辜枉死的人 彥虹, 現在不是義氣用事的時候 當務之急是要幫你的好姊妹解決我 你幫我 也是想補償你自己以前犯的錯 就當是, 你今晚自己親自來到這裡 已經證明你無計可施 讓我幫你一次 好, 我就看看你諸葛靖愛有什麼能力 不過你別以為你幫了我 我就會原諒你 根據我追命冒著生命危險去追查 發現到近日 都沒有像玉觀音 這麼貴重的裝在市面上交易過 是沒有定就查不到 如果找不到玉觀音 標局就要賠錢給李老闆 不用每次都咬著我不放的 還沒查到 不過呢, 我就調查到 這個李老闆除了找德威標局之外 我以前也找過其他標局替他運標 李老闆是大財主 多貴重的要運, 沒什麼出奇 其他其盡每次都是被人結標的 我還查到替他運標的標局 每次都是因為要賠錢 所以還有關門大吉 那就是說, 因為標局失標 李老闆得到不少賠償金 好, 你是不是想到什麼 如果我說所有的事 從拖標到失標 都是李老闆所安排的人 也不是沒有客人 你意思是查喊捉賊 就是說, 李老闆派人去劫酒玉觀音 再回德威標局取賠償 根本是個騙局 豈有此理 他累到受分一家家破人亡 但是知道也沒用 他自己在做毒腳戲又沒有證據 這方面不用擔心 有些證據會自己送上門 你有辦法對付他 這些就是小事 騙騙騙騙騙這些東西 根本就難不及我 高小姐… 好, 終於大功告成了 你只知道是騎人之道還是騎人之身 弄了假標局 引你老闆自投羅網 是你的神棍才想到的 神棍也要是我這些聰明絕頂的神棍 才想到你不要計算 不過這樣, 一個人想裝也沒辦法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是壞的 既然你精於此道 就給你機會大應身手 好啊, 無中生有答法, 開始 那到底怎麼樣? 就是, 一字記之弱, 等 請問這裡是不是有大夫看? 是呀, 姑娘, 請進來 姑娘, 你很生氣, 在外地嗎? 我是從徐州來探望朋友的 你見哪裡不舒服? 我覺得周身骨痛, 全身好像被火燒一樣 脈象這麼奇怪 姑娘, 你最近有沒有被牲口咬過 例如狗那樣? 沒有啊, 不過我來的時候 被竹樹戒傷了隻手 我覺得周身都不舒服 你讓我看看那個傷口 可能是感染的 我試試開劑藥給你 如果你吃了之後 病情沒有好轉的話 你再回來找我 謝謝 謝謝 無情, 你是不是在這裡? 游婚? 怎麼你會在這裡? 你說過兩天才到? 飄雪, 我心急來見你 所以早點到 原來這位姑娘口中的朋友 就是雪姨你? 我們從小玩到大 只不過是很久沒見的意思 為什麼你會在醫館? 你是不是覺得不舒服? 一點點 那你放心 桑姑娘醫術高明 包你藥到病除了 那就好了 別說這麼多了 執藥之後我們回神報府 我做點心給你們吃 然後再慢慢聊吧 好啊 嘗嘗我親自泡的龍井茶 有勞諸葛先生 好啊 這麼久沒見 你的廚藝越來越勞火純青 當然 誰叫我經常對著 那些閹閹聲悶鬼 嘴鵰的人 正所謂民意食為天 如果我不嘴鵰 就是侮辱你的廚藝 那倒是 最近我研究了新菜式 今晚煮給你試試 好啊 不過剛才那位醫師叫我要戒口 熱毒的東西不可以吃 對, 我忘了你有傷 那些藥我幫你煎 煎好了, 我給你喝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手指是戒傷了一點 到現在還沒痊癒 還越來越痛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來京城的時候 經過那條村真的這麼邪 到底什麼事 我來的時候經過壽神村 那些人叫他喪屍村 喪屍村 聽說這條村不知道撞了什麼邪 那些人死了之後就會思辨 那些喪屍面無血色 雙眼三碗紅筋, 目露空光 真的很可怕 他們還會跑出來死到處咬人 當時我一直提心吊膽 是來到京城的時候 心才頂一點 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喪屍 我從來沒見過喪屍 有機會真的想見識一下 這種事不見得比見得好 無論如何 你現在在這裡 每個人都好人好者 不會有喪屍的, 你放心 你臉色不太好 待會你進房間休息一下 等藥煎好, 我叫醒你喝 好, 勞煩你, 飄雪 尤花, 你沒事吧? 尤花, 你怎麼樣? 尤花 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勞煩停頓, 已經身亡 川哥先生 怎麼會無緣無故感救下週還好地地 淑姨, 別難過了 盡快通知她家人 楊芬 不要讓她咬到 別讓她咬到 天手, 找繩綁起她 到底怎麼會這樣? 冷靜 擁有多數 只對她在看得出 從相信 為何寸美中可感到 秒無尺度 為何寸問只可得度 裂變風暴 透透過